你知道带小孩其实是一件很繁琐 很累的事情 那因为我女儿 她其实在大班时候 开始就有一点 就是妥瑞的状况 就她会清一下喉咙 扎一下眼睛 但是她没有那种 不用去吃药 只要吃B群 那可是她就会比较黏我 然后可能就是 因为她也没有上安清班 所以我都自己教 你知道妈妈到五点以后 那个世界简直就是个地狱 就是你要坐在那边 教她国语数学 就一个一个教 那我老公一回来 很有耐心 我老公一回来就说 她遛完狗 洗完东西 洗完碗 她就说我的部分做好了 所以她这句话 其实就是那个 引爆点 乱讲 引爆点 我讲出来了 我居然讲出来了 她说我的部分做好 其实就是有引爆点了 什么叫做你的部分 那我的部分是什么 我说什么叫做你的部分 你为什么不来教小朋友 然后我女儿也吓到了 因为我那天真的是 因为我们几乎不太在 女儿面前吵架 又觉得 如果我们这样争执 对小孩子会有那个情绪上 她会害怕 因为她也不知道是她的错 还是父母亲错 尤其我又在教她 我就真的非常生气 后来我就说 你其实都不能说是你的部分 家是大家的 就是大家不分 那如果你要这样分 那就大家就分吧 所以后来就是 我的部分的衣服 跟我小孩的衣服 我就放在洗衣机 对不对 我的部分完成了 我的部分完成了 所以你的内裤 你的袜子 对不对 你就自己要洗 然后我还跟她讲 她一开始还跟我说 没关系 我就去买新的 没关系 就这样子 很好验 后来她就慢慢觉得说 这样不对 因为她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睡好 睡觉完 我的部分有被子叠好 什么都弄好 她的部分就在那边 然后我就说 我的部分做好了 后来她才知道说 其实很多事情 是要一起配合的 她一开始听说 还不想牵你女儿的手 因为我公公是台商 所以我先生她从小 基本上她其实没有爸爸 当爸爸的模特 她不知道 爸爸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都是她妈妈在做 比如她妈妈带她去安亲班 然后煮饭给她吃 所以她比较没有这种 这种接触的感觉 然后有一次 我女儿去摸她 说爸爸 这样子 她就说 你不要碰我 这样子 那女儿会有点受伤 对 后来我就跟我女儿讲说 那我们就一个方法 就是我围着 你就冲过去 把爸爸抱住 然后抱五秒钟 然后我先生 现在也是学会了 就是我跟她说 我们现在要开始了 要抱你了 她就不会躲了 就是抱 她抱了五秒 她就说好了啦 差不多了啦 你知道我辛苦吗 她就觉得很 抱自己的老婆跟小孩 就说好 可以了可以了 蛮好 你跟女儿是练习 陪她怎么当一个爸爸 练习怎么跟女儿牵手 然后现在我们三个人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 就会躺在床上聊天 聊天的时候我就规定 她一定要牵女儿的手 一起聊天 所以她就会牵一牵说 这样可以了吗 好了 聊完了吗 但是我觉得一点一滴 她会进步啦 她需要练习 很多事情都需要练习